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好原野的风 作者安房之子 翻译彭一 爱好原野是西草山半山腰的一片半开阔地 像他的名字所说的一样 春天长满了爱好 风一吹 那些爱好就摇曳起来 白色的夜被格外亮眼 还唱起了这样的歌 风吹过爱好原野 是吃爱好的时候了 是看莲花的时候呢 一听到这歌声 山兔就再也待不住了 还有那些特别喜欢爱好丸子的大山里的孩子们 搞上满满一篮子爱好的那一儿带回家 家家都会做爱好丸子给他们吃 吃爱好丸子时 再蘸点甜豆沙 身子里会有一种春天来临的感觉 这天 一共有四个孩子拎着篮子 往爱好原野走去 按照年龄的大小 一次是 八岁的旅馆老板的女儿 美带子 他七岁的妹妹 季带子 季带子的伙伴 也是七岁的山顶土特产店 老板的儿子吴志 最小的是茶店老板的儿子 泰郎 四岁 四个孩子互相招呼着 一起向爱好原野出发了 因为事先打了招呼 爸爸妈妈们也就格外放心 再说 年龄最大的美带子 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孩子 他不仅个子高 脑子也聪明 和美带子一起 没事 他们的爸爸妈妈放心地出门工作去了 直到傍晚 他们才发现孩子们一个也没有回来 最先叫起来的是最小的太郎的妈妈 茶店的老板娘跑到土特产店门口问道 吴志回来了吗 啊 正在忙碌的土特产店老板娘一愣 往屋里的挂钟上瞅了一眼 快了 他说 已经五点了 中午就走了啊 这么晚还没回来 吴志的妈妈一边说 一边奔出店外 旅馆那边 两人想起了旅馆的小姐妹俩 去问问吧 太郎的妈妈跑了起来 吴志的妈妈在后面紧追 这是春天的一个略带暖衣的黄昏 因为放心不下 两位妈妈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 急急忙忙沿着山路朝下跑 跑到小旅馆时 他门口都已经点上灯了 吴志的妈妈大声招呼道 孩子们回来了吗 说完 吴志妈妈嘀咕了一句 好像还没回来 说是旅馆 其实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 要是两个孩子回来了 早就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果然 从里头传来了声音 还没回来 旅馆的老板娘 在围裙上擦擦手出来了 那么四个人都还 太郎的妈妈与吴志的妈妈 互相看了一眼 点点头 这才稍稍放了点心 孩子们凑到一起 就玩疯了 是呀是呀 一大帮人在二号原野上玩得忘了时间 马上就回来了 在这等一等吧 旅馆的老板娘劝道 太郎的妈妈和吴志的妈妈在门口坐下了 三个人闲聊起来 等到再往外面一瞅 圆圆的月亮都出来了 是一轮鲜黄的月亮 不对头啊 茶店的老板娘站了起来 再怎么疯 也不会玩到这么晚啊 另外两个人也点头称事 随后 他们就站了起来 排成一列 匆匆的向爱好园也走去 月光照亮了山路 夜晚的山野气息迎面而来 那是睡着了的花的气味 是饼珠栖栖的嫩叶气味 还有一股淡淡的烟味 像是谁忘记把篝火熄灭了 三个人什么都顾不上说了 脚步声闲得格外响亮 肯定遇上什么了 三个人不再怀疑 要是碰上熊就糟了 走在最前头的吴志的妈妈自言自语地说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旅馆的老板娘生气地说 太郎的妈妈一句话也不说 三个人开始小跑起来 山道不抖 弯弯曲曲的 开满樱花的枝头在风中抖动着 一边跑 太郎的妈妈一边在心里喊着 太郎 太郎 想想看 太郎才四岁啊 不该和那些大孩子跑那么远啊 要是在平常 这时正在关了店门的家中 一边笑 一边在灯下吃着晚饭呢 鼻子一酸 太郎妈妈的眼泪落了下来 三位妈妈沿着窄窄的山道 一直往下跑 爱好园也近了 他们反而不安起来 要是孩子们还在那里 这是应该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哭也好 笑也好 总该有个声音证明他们还活着吧 可是没有一点声音 奇怪啊 旅馆的老板娘咕噜了一句 就这样 三个人终于来到了爱好园也 无知 突然 无知的妈妈发出了笛子一样的声音 冲着园也喊道 接着 另外两位妈妈也喊起自己孩子的名字来 但爱好园也上连孩子的影子也没有 爱好园也上洒满了清冷的月光 他们止住呼吸朝私下望去 一个人突然喊道 那边 朝他指的方向看去 园也的正中 有几个小东西闪闪发光 那不是篮子吗 是篮子 孩子们的篮子扔在地上 对面还有四个白色的小东西 在静静地晃动 是他们吗 旅馆老板娘嘟弄着 但谁也没有理他 不管怎么说 孩子们也不会变得那么小啊 过去看看再说 三个人又跑了起来 他们三个人的心都快要碎了 痛得根本无法形容 这时候 连明亮的月光都觉得令人不快 吹到脸上的风都觉得令人讨厌 三个人一起跑到爱好园也的中央 然后尖叫起来 兔子 趴在装满爱好的篮子对面的小东西 竟是四只一动不动的小兔子 四只小兔子睡着了 他们睡觉的地方与篮子之间 笔直地躺着一根长绳子 绿色的绳子 一看到那根绿色的用草藤边的绳子 旅馆的老板娘就叫了起来 我明白了 这下我可明白了 山里土生土长的人 没有人不知道爱好园也的这个传说的 对了 过去听老奶奶说过 挖西风的日子 到爱好园也的孩子就会上兔子的当 一上当 孩子们就会变成兔子 但我没想到这竟是真的 旅馆老板娘向兔子跑去 没带子 没带子 他叫道 随后 三位妈妈就叫四只兔子快醒来 有的摸背 有的摇晃 还对着他们的耳朵一遍又一遍喊着名字 但兔子们就是不行 连耳朵也不动一下 这下可糟了 无知的妈妈叹了口气 就把这些兔子抱回家去吗 太郎妈妈自言自语地说 旅馆老板娘摇摇头 不行不行 肯定有什么办法 他一直在琢磨那条绳子 呼呼大睡的兔子边上 笔直地放着一条绳子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谜 似乎是这根绿绳子把孩子们变成兔子的 孩子们要重新变成人的孩子 似乎也要靠这根绳子呢 他捡起那根坠着莲花的绳子 想呀想 突然想起来了 是用他来跳绳的吧 是啊 美带子和鸡带子最喜欢跳绳了 两个女孩玩跳绳时就爱说 跳着跳着就变成了兔子 一听这话 另外两位妈妈连连点头 沐浴着月光 站在爱好原野上 却怎么也不肯相信 这竟是真的 孩子们从这边向那边跳 变成了兔子 如果从那边向这边跳 不就变成了人了吗 两个人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五智的妈妈和太郎的妈妈 马上就扯起了绳子 美带子的妈妈唱道 兔子兔子睁开眼 兔子兔子快跳绳 绿色的绳子摇了起来 兔子兔子睁开眼 兔子兔子快跳绳 月亮再轻轻搅晃吧 天灾转了吧 歌声渐渐变大 变得有力起来了 三位妈妈一口同声地 连续唱了下去 就这样 也不知唱了多久 一只兔子突然醒了过来 它蹚得直起身 静静地听着歌唱 接着 它就在原地 扑登扑登地跳开了 妈妈们的歌声更响亮了 绳子也挥得更起劲了 来吧来吧 跳吧跳吧 绳子在兔子的眼前 一次次掠过 就在这时 第二只兔子睁开了眼睛 随后 第三只和第四只兔子 也醒了过来 快点快点来吧 妈妈们嚷道 快点来跳绳吧 快点变成我们的孩子吧 最大的 似乎是美代子的那只兔子 终于站到圆环中 开始跳起绳来 兔子 兔子 睁开眼吧 快跳绳吧 妈妈们用心地唱着 在那个慢慢转动的圆环中 小兔子在想些什么呢 小兔子美代子那天真烂漫的眼睛 一直望着遥远的星空 它正好跳完了一只歌 歌声一落 它就跳出了绳外 啊 我累了 它叫道 这时 小兔子已经变成了人的模样 成了一个小女孩 美代子 终于有一个孩子获救了 妈妈们来了干劲 又接着摇起绳来 一遍一遍摇绳 唱着同样的歌 美代子之后 一次钻进绳环里的是 五智 鸡代子和太郎 太郎只有四岁 妈妈们一直担心它跳不好 但因为它是一只小兔子 反而比那些大孩子们跳得好些 只有太郎的妈妈一个人紧张得不得了 她闭上眼 祈祷式地唱起来 唱完睁眼一看 只见太郎坐在草地上 毫无疑问 一个人类的孩子 正坐在草地上 看着星空 就这样 四个孩子从爱好原野上 兔子的咒语中解脱出来了 三个大人和四个孩子排成一对 默默无语地回家去了 妈妈 爱好原野上的兔子真了不起 第二天 美带子嘟弄了一句 妹妹从边上插嘴说 可不是吗 真了不起 歌也唱得很好 舞也跳得很好 菜也做得很好 菜 妈妈吃了一惊 美带子点点头 把昨天的事情讲了一遍 昨天 四个孩子排成一队 朝爱好原野走去 风不大 是个大好天 爱好原野的爱好在叫呢 走在最前头的美带子说 走在最后的季带子学着说 爱好在叫呢 能听到那种声音吗 舞致站住了 竖起了耳朵 嘿 真的听到了沙沙声 西风中 真的有一个声音在喊 风吹过爱好原野 是吃爱好的时候了 是看莲花的时候呢 真的 舞致点点头 但是不对啊 这歌声比爱好原野近得多 而且声音很怪 像只汽车的破喇叭 发出的声音 声音一点点变大了 当他们从 英树林的小套上 露出来的时候 孩子们简直吃了一惊 什么 兔子 两只兔子脖子上 系着绿领巾 站在那里 他们像是在做电车游戏 捏着两根绳子 一个是驾驶员 一个是车长 他们的歌声停止了 趁着四个孩子问 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啊 孩子们一时慌了身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美带子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 到爱好原野去采爱好 后面那只兔子说 跟我们一样啊 他又说 坐电车吗 电车的绳子是草堂结的 上面露出点点莲花 坐电车快吗 最小的太郎问 当然快了 是特级电车呢 一眨眼就到爱好原野 这么一说 四个人一个接一个 跳进了绿色的绳子里 出发 兔子车长说 请大家抓好绳子 四个人急忙抓好绳子 电车开动了 兔子们载着孩子们跑起来 像是在空中飞 电车外面是一片绿色 浓绿 浅绿 点缀着这白花的春天的驴 一片片绿色被甩在后面 电车飞奔着 就这样 一瞬间 孩子们到了爱好原野 爱好原野正刮着西风 风吹过 爱好的夜背露出鲜亮的白色 看上去 平原宛如起伏的波浪 原野上兔子成群 各个脖子上都系着绿色的领巾 为什么脖子上系着那玩意儿 美代子好奇地问 因为是爱好原野的兔子吗 刚才那位兔子驾驶员答道 孩子们点点头 爱好原野上的兔子 是特别的兔子啊 的确如此 他们歌唱得好 舞跳得好 还用预备好的爱好 做了爱好丸子给孩子们吃 爱好丸子的制作方法 美代子和鸡代子是知道的 首先把米粉蒸了 再把剁碎煮好的爱好拌进去 搓成一个小小的圆球 但兔子们的丸子不同 他们解开各自的绿领巾 铺在原野上 对着上面呼呼地吹气 接下来 绿领巾就会长出一个一个白色的丸子 吹多少口气 长多少口丸子 再用事先准备好的爱好叶一包 就成了 真是奇迹 四个孩子在爱好原野的正中 围坐成一个圆圈 吃起兔子的爱好丸子了 没用豆沙和砂糖 却还是甜得不得了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香味 原来 真正的爱好丸子是这样的 一边吃 美代子一边想 等大伙吃饱了 兔子们齐声说 慢带了 然后一起收好领巾 寄到脖子上 兔子们吃饱了 开始在原野上玩起来 有的捉迷藏 有的围成一圈跳起舞 看着他们欢乐的样子 就让人激动 真看着 从四个孩子的背后 传来招呼声 一起来跳绳吧 回头一看 是那个驾驶员 还有那个车长 他们手里拿着 那个当电车的绳子 跳绳 美代子的眼睛一亮 他最喜欢跳绳了 在这么一个开阔的地方 和兔子一起跳绳 该有多快乐啊 美代子像个姐姐似的 对大伙说 大家都来跳绳吧 到这里来了 就玩个痛快好了 两只兔子 已经摇起了绳子 绿色的绳子 转成了一大圈 跳 美代子这么一说 连从来也没有 跳过绳的太郎 都想跳了 第一个跳起来的是 美代子 想起当时的情景 美代子这样说 妈妈 真是奇怪 一进到绳里 眼睛就一闪一闪的发亮 四周是一片白 天是白的 树是白的 连爱好的叶子也是白的 我还以为下雪了 这时我才发现 连我的身体也在变白 上衣白了 裤子白了 手和脚也变白了 这时我的耳朵开始发痒 我听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听到的声音 嘿嘿嘿 是打拍的声音 是爱好叶子的声音 还是太阳哈哈大笑的声音 太吵了 太吵了 我用双手捂住了耳朵 够了 但我却没觉得累 难道是吃了爱好丸子的缘故 这时 树啊 风啊 太阳啊 都开始唱歌 美带子变成了兔子 爱好原野的兔子 这样一说 我才发现耳朵变长了 吓了一跳 朝绳子对面跳去 原野是绿的 天是蓝的 只有身体是白的 身上全是毛 真的变成了一只兔子 那时候 我的眼睛肯定是红的 我的手和脚开始发软 困得不得了 我肯定是睡着了 小兔子似的睡着了 一直到晚上 妈妈把我叫醒之前都没发觉 所以妈妈 爱好原野的兔子 真了不起 会施魔法呢